OK 和你的幫我準備 然後另外也提醒大家 因為我們現在也同步在YouTube直播 前面的空間盡可能幫我盡空 好 大家好 我是洪信 那我今天帶來的坑是Lenis Odyssey 那我們的主題其實是想要去幫助更多人 在學習程式的路上可以更順利一點 因為其實我們在學習程式的時候 不只是要寫程式而已 你還需要去設定你的開發環境 然後這個東西反而常常還是很多初學者 一開始卡關的地方 就是他看著教學把程式打出來 但是跑的時候遇到問題了 然後不知道怎麼解決 所以我們認為在開始程式的學習之前 我們應該先有一個給開發者的電腦入門課 讓他去建立怎麼去使用終端機 怎麼去使用指令 這些開發工具的能力 好 所以我們的目標群眾其實是 各式的資訊初學者 以及資訊的教育人士 那我們的做法是我們做了一個這個網站 讓你可以在上面去做指令的學習 我們會提供給你一個實際的Linux的操作環境 好 所以我們有就是這種互動式的操作 然後還有這個視覺化的工具輔助 讓你去了解那個終端機內發生的事 還有我們會針對你的錯誤訊息去提供提示 那我們今天想要 我們在8月3號的CostCup會有一個工作坊 帶現場的會眾來體驗這個Linux Odyssey 好 那我們今天想要找程式書學者 來試用我們的網站分享你的想法 還有就是設計師跟前端開發者 我們想要改善一下我們的首頁外觀 就是這一個網站 我們想要請設計師來跟我們討論 可以怎麼讓我們的網站呈現得更好 好 那我們的這個分享就到這邊 歡迎大家今天來找我 感謝宏信 下一個提案是有OK漢的帶來的